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六凌晨,西甲賽場率先迎來本輪首場比賽 艾美尼亞將在主場迎戰艾拉維斯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對陣雙方本賽季整體表現差距明顯 艾拉維斯正保持聯賽兩年性的良好勢頭 表現遠超過艾美尼亞 艾拉維斯今將全取三分不成問題 艾美尼亞本賽季西甲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困難 球隊以兩年敗開局之後 至今一共21場的西甲比賽坤未有取得勝利 其具體戰績為6和15副 對於艾美尼亞來港難以獲勝已成為常態 可視這種常態是一種非常危險的信號 艾美尼亞上賽季驚險補組 只比降班驅高出一分 整個賽季下來可以拿下11場勝利 來到本賽季已經賽程過去一半有多的情況下 艾美尼亞依舊無法取勝 球隊極有可能將會面臨降班 畢竟艾美尼亞本賽季在西甲坤場只有一個入球 坤場失球則是2.19個 明顯看出入不敷出的情況 最近球隊環面臨人員短缺的問題 侯寶朗、文迪斯、伊迪蘇巴巴和馬斯阿盧桑卡等人需要為國出征 前鋒拉馬薩尼被罰停賽 艾美尼亞在進攻方面就很依賴沙士奧、艾列巴斯 她本賽季在西甲貢獻了5球 但無法幫助球隊密得勝利 那位球員決陣之下 艾美尼亞本場比賽在主場控多吉小 艾拉維斯的處境就好得多 本賽季21場西甲過後 獨得6勝5和10負的表現 以23分排在西甲積分榜的中游位置 可謂無憂無慮 其實艾拉維斯整體的進攻表現不堪理想 賽季至今只有19個聯賽入球 進攻線上最具威脅的球員是 路爾斯列奧查 她本賽季在西甲攻入了3球 並有3次的助攻 一共參與6球是全隊最多 近期阿拉維斯的真勝勢頭不足 在過去4場的巷賽事裡 得到了3場勝利 其中又包括了2場西甲獲勝 尤其是作客面對西維爾的 勝仗系本賽季首次作客獲勝 無疑可以鼓舞全隊上下士氣提升 考慮對亞美尼亞本賽季極其遭高的聯賽表現 艾拉維斯近期良好的真勝勢頭 保持下去是順理成長的事情 陣容方面 後衛阿力山大斯迪拿恩相備戰 半將奧雲奴和後衛艾比加 需要為國出征而決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請請請您担保 если請就好 請請推進 請請提示